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果正式出落,蘇格蘭將會繼續留在英國 投票在香港時短星期五早上結束,32個選區隨即進行點票工作 360多萬人投了票,整體投票率近8成5,打破蘇格蘭歷尼紀錄 最終結果有4成5蘇格蘭人支持獨立,反對就有5成半 兩制差距大約10個百分比,只有4個選區支持獨立,包括蘇格蘭最大城市格拉斯國 獨立陣營領袖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德在外甸部發表演說,接受公投結果 成功化解英國分裂危機,英國首相卡梅蘭回應公投的時候,尊重蘇格蘭人民作出決定 同時表示現在在英國團結邁步向前的時候,卡梅蘭表示會兌現承諾,向蘇格蘭下放更多自治決定 在蘇格蘭最大城市格拉斯國支持獨立的人在得知公投結果後都表現失落 而反對國立的人就拍掌豐富,又互相擁抱慶祝 但也有支持和反對陣營的人出現對視,要有警員分隔 英雷王伊麗莎白二世就發表個人聲明指全英國都尊重這次公投決定 又表示統獨兩派可能情緒高漲,但他呼籲各派團結一致,建設蘇格蘭的未來 經歷這次公投之後,蘇格蘭和英格蘭這個聯合王國將會得到延續 但無論結果如何,這次蘇格蘭人民公投自決已經為蘇格蘭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 亦都展示出民主文明的一面,影響全世界 香港電腦記者陳浩瑤報導 渡復 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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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